牛蹄上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黑点 却差点要了老牛的命 一瘸一拐已经不能正常行走 固定在宝钉架上过后 兄弟师傅就开始寻找病因 师傅很有经验 看到第一个黑点时一眼就判断出那不是病造位置 而另一个小黑点引起了师傅的注意 他判断问题根源就在这里 里面肯定早已腐烂不堪 先用研磨其小心翼翼地打薄角质 果然 这就是导致牛肉婆角的根源所在了 继续使用研磨机修整角质 顺便寻找是否还有其他病变 确定好外侧找没有问题后 先垫上增高垫 让胶水有足够的时间凝固 接着专心处理受伤的病找 可以看到这头领药的脚 对于比角质更摁的外侧白线 师傅不得不寻求研磨机的帮助 完事后继续使用刮刀 经过十多分钟的修刮 并造感染区域的角质已经全部消除 最后一步 给并造出用水扬酸包裹上 欧科 牛牛的痛苦得到完美解决 他也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不出意外 一个月内就会长出一只崭新的蹄子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